各位夥伴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解決 學校的Windows7電腦呢 過完年 SWF的檔案就無法用瀏覽器開啟的問題 首先呢我們到 這網站裡面 我們現在要解決 方案 1調整系統時間 那我們把這程式碼呢 把它複製 把它複製 貼到記事本裡面 貼上 按儲存 然後將記事本呢 將記事本呢 的副檔名 TST改成BAT 那你就點兩下 請注意喔這邊系統時間是 2021年3月10號 我點一下 是 這邊就變1月1號 那我們來看一下 按F5重新整理網頁 這邊就可以了 這邊就可以了 再 half